准备 你为什么要追关闪 他不承认工作的条件 所以是这个准备的吗 你确定认识的包 行 行 行 婆夫人 心中办通知我说 我的办公室已经可以了 可以正常办公 是啊 是我告诉他们的 可是您还没搬走了 你的办公桌呢 我已经安排好了 就在那儿 婆夫人 这个是不是不合适的 没有不合适吧 合作之后 你我是一家人了 一个兜里花钱 一个锅里吃饭 应该也可以在一个屋里办公吧 我们一起办公啊 会增加我们的了解 有利于增加我们的沟通 形成我们之间的默契 莱德先生 我们呢互不干扰的 可以吗 你忙你的 看看发生什么事 你那是马上公司的 你这家公司的 你这家公司的 我现在也帮你 那公司的 不定吗 我就是 要去把达到 我手吗 你让赖特先生先将就一下 千万别退出啊 加莱是一个好安静的人 那里整天人进人出 在他面前晃悠 他早晚有一天会受不了 自己搬出来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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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找机会做他的工作的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好 好 我都急出满头大包了 乐 乐个屁啊 我不是乐你 我是乐那个美国人 原来他们也怕恨啊 好 要确保 你把所有中国人的 账户部网络 我们不想他们控制金钱 我们要确保 我们只要美国人 控制金钱 在任何位置 好 这些人都好 把他们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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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公司辞退人员的名单 给我看一下吗 这是远公的花名册 要签名永永永核合同 账户 为什么要账户关闪 他不须服务联系的 要账户关闪 他没有承认 是这个设计吗 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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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计程集团和MGS公司 前天后后几番较量的全部人家 大家看一下 师傅 是不是有人敲门啊 没人 是你耳朵抽风了 你说你这一整天啊 紧折腾输了 我都开了十八回门了 是 奇了怪了 人都跑哪儿去了 这盖辉也不上门来 忙着呢 现在不归你管了 你也乐得个清醒 走乱库克这小子 也不像我这个董事长来汇报工作 他呀还是不来得好啊 他来了 准备好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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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喂 我们面对目前的历史 继续计他和个人的态度 我的态度非计 罵 迟了不走 无畏强势 积极应备 不获全胜 绝不受命 罵这新闻上撒广告 行 走了走了 待会儿还要骂你爸爸 对不快 不要狗狗 两个人好巧就像谈 还好 闹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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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别看了 别看了 走走走 有人在骂侯三寿是卖国贼 甚至将他比作是 引狼入室的吴三桂 你怎么看 引狼入室 你这个说法非常好 MGX公司 就像一只狼 而跟MGX公司相比 我们这些集团 就像洋一样 狼就是要给洋下套的吗 侯三寿也不能说他做错 他也是迫有无奈 才上了狼子套 但是他不知道 狼子胃口很大 他先吃了分君集团 还要吃我们集成集团 他还瞄着其他的羊群 侯三寿开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头 所以大家骂侯三寿 也很正常 你别说骂他是吴三会 就是骂得再难听点 都不为过 MGX公司 靠着耻辱为马的专利 在美国法院申请到了 临时禁售类 封杀了分君集团 在美国的 两千多美元的获得 一次卡住分君集团的脖子 逼着侯三寿就发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 鞋票总领 侯三寿 我一直非常非常地敬重他 我很佩服他 多么优秀的一个企业家呀 酷心经营了二十年的补装品牌 在MGX公司的卑鄙力游下 消失了 我心痛啊 朋友们 身上有多少个二十多年 我当然拒绝做这样的傀儡动品牌 我的拒绝 让MGX公司全权代表 格兰库克先生爆掉了 他扬言 要在全世界销售 继承产品的国家 对我们进行连环击塑 莫了他还留下这么一遍 继承集团既然不能做 我们MGX公司的朋友 那么继承集团 就是我们MGX的敌人 我继续的地方 我应战 这皇帝承受刺语啊 这不疯狗啊 被谁咬谁